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此之外 还有大湾区学界乒乓球赛 大湾区三人蓝球赛 搜门员挑战赛 粤港澳四角小球邀请赛等等 夹组足球联赛 完成第二轮的赛事 其中两只星班马 嘉华和澳门大学 都是金轮拿到胜利 至于为免的澳科州不记 继首场大胜10比0之后 金轮入球又上双位数 10比1大胜联络 取得开季两年胜 先看下由粉红三镜澳科州不记 对联络的比赛 首轮澳科州不记是大胜市 不停10比0 第二场对联络继续火力全开 开赛13分钟就取得两个入球 首先彭子空门前撞任 为今场大胜拉开罪膜 之后还有梁志成在禁区外起脚 射成2比0 今季澳科州不记不得不提的就是外援 基哥尼亚 在原半场前18分钟 把脱对方的防守球员射入 为球队拉开到3比0 基哥尼上一场就达演武智气发 脚锋非常之顺的 在换边之后澳科州不记继续争取更多的入球 下半场出来2分钟 朗炉扎位射入 改射比数为4比0 之后又轮到基哥尼 摆脱防守球员射破门将的十指关 联络门将林志鵬始终都阻挡不到基哥尼的入球 又被他射入一球 基哥尼今场踢到顺利 头顶脚踢都可以 之兵全中投锤破门 上一场大胜武智气发 今场就实现了大四起 为澳科州不记拉开到7比0 这支卫免冠军 入球都停不到 之后就轮到队长迪亚高 金区顶射一球弹地球 8比0 落后到8球的联络 终于迎来破弹的机会 何文浩就不倒12码 交给黎洛然处理 一射入网 最近到1比8 但对胜负始终就没有影响了 在尾段澳科州不记还有两球进仗 分别是来自吴华景和艾美达 最终澳科州不记大胜10比1 开季两战全胜位列榜首 虽然球队的战绩相当不错 但澳科州不记官方社交媒体就公布 主教练史道卡已经和球队分到扬标 澳科州不记表示 虽然一起合作的时间很短 但亦都感谢史道卡为球队作出的贡献 转看下另一场 由603的士布亭对星班马加华 先开记录的是士布亭说 凭着迹萨斯的入球火速打开记录 这个时候是开球的刚刚好3分钟 但开心的时间都不够5分钟 少去一次的失忆被判罚击刑 加华就由何嘉诚处理追成平手 来到14分钟 艾迪森早舍送大礼 门前简围不到变马入球 加华凭着对手的乌龙波反超前2比1 在5分钟之后还有射手高尾斯 接应全中投锤破门连口到3比1 稍后这支星班马在3分钟内连入2球 先有何嘉诚投锤破门过人门可以到 还有吴之豪射什么球靓波 加华仅仅用了27分钟就连入5球 半场领先5比1 换变之后都没有停下脚步 甚加盟兼是首次上阵的张海珊 全比高尾斯更高 即使是不同的胡柏威有2球进仗 都未能扭转败局 最终嘉华反胜6比3 取得升上甲组以来的首场胜仗 开季六得一胜一和 之后转看看红3的宾菲加对清风 宾菲加上季在联赛收获亚军 今年的阵容就有不少变动 但整体的实力依然能够保持 上一场就8比0大胜加2 但今轮的对手清风初段就带来很多威胁 门将奥利华拉在门前都非常忙 奥菲加站稳阵脚之后 原本场前找到机会 艾华斯安早接应角球顶入 为奥菲加打开记录 缓辩之后也有扩大比数的机会 张浩然禁区外试射一脚 紧紧就略微而过 如下时间两队都再无进仗了 最终奥菲加维持赢1比0 录得两年胜 之后就轮到黄3的蒙地卡罗队行势 这支上季联赛贵军 流失了不少的核心球员 包括上一届的澳门足球先生迹讯 但门将卡斯道仍然在阵中 蒙地卡罗开季首战0比1 不敌星班马澳门大学 今场有机会传取3分 上半场22分钟 新加盟的外援猴身 入到禁区起脚 射破陆加安把手的大门 而且行势在下半场 曠伟峰直接收红牌被赶出场 剩下的时间入球都没有出现 结果蒙地卡罗小胜1比0 取得今季首胜 最后再看一场由南三的澳门大学对加尔 澳门大学今季首次征战甲组联赛甲 首场就以1比0击败蒙地卡罗 今轮面对加尔上半场都创造不少公门镜头 但是把握力就差一点 受压的加尔反而是先开纪录的一队 曾经征战港甲的布兰克 在原本长辞5分钟建功 加尔领先1比0 澳门大学上一年在月祖 以亚军的身份升班 证明全学生的阵容 亦都能够挑战高水平的赛事 在缓变之后12分钟 田宇轩接应罗伟豪的全中射入攀平1比1 画面见到下半场的雨势都挺大的 但是就并没有临隙澳门大学的攻势 杨子轩冲前补射入网成功反超前 在上一场射入靓佛球的队长罗伟豪 多次策动攻势 相隔5分钟左右进降 把握防守球员未能及时解围 收到大礼领先3比1 上季排名第6的嘉义阵容都有大变动 改以年轻的球员为核心 稍后一次罰球机会 由吴朗诚鼎入最近至2比3 但是余下的时间就接连失手了 澳门大学后备入替的古瑞浩成为骑兵 在短短10分钟之内大演武之起法 结果协助澳门大学赢6比2收获2年胜 赛后跟澳科周北记和宾菲加同分 但是德塞球就不及对手 排即分榜第三 之后就立刻看看即分榜的形势 榜收的当然就是澳科周北记 两战全胜兼攻入20球 在德塞球上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而紧除其后的就是宾菲加 是今季目前唯一一支还未失手的球队 而排名第三的就是澳门大学 星班马加华一胜一和排名第四 而上届贵军蒙地卡罗排第五 而录得一场胜仗的行势有三分排名第六 之后的四队仍然未能打开胜利之门 第七名的青鋒录得一和一步 而餘下的三队 联络、联络、嘉义和士波亭都录得两年败 排名八至十位 接着来就看看这个星期第三轮的赛程 在3月15日星期五 晚上7点有青鋒对澳科周北记 而在紧接9点有宾菲加对澳门大学 而在星期六下午3点有士波亭对行势 紧接5点有嘉义对加华 而在17日星期日下午3点有联络对蒙地卡罗 今轮的赛事继续在联锋球场上演 女子甲组排球联赛初赛进入最后阶段 已经提前出现次阶段的联锋A 初赛最后一轮对友杰 局数3比1胜出 至于男子甲组上演了一场榜首大战 为面的红蓝2 局数3比1反升红蓝蓝 初赛六战全胜 提前一轮以首名晋级决赛 先和大家关心一下蓝甲的战方 初赛已经是进入最后阶段 在过去的星期日也上演了一场榜首大战 画面右方卫免的红蓝2 对着同样未输过的红蓝蓝 这场比赛相当之关键 因为红蓝2只要拿完三分 就能提前拿到决赛的入场圈 而红蓝蓝也必须胜出 才有机会争取首名 双方阻断互有攻守 被分可以说是咬着相片的 看到刚刚红蓝2的赛特 雷斯杰拉走了一个南网球员 被戴昆成轻松打下去 被分一度拉开到17比14 不过红蓝蓝也在咬着拿关 一游戏连取三分 追到17平手 迫到红蓝2跳过正平 首局双方最后要斗到凋时才分出胜负 到尾段 红蓝蓝利用快攻取分 加上红蓝蓝在关键时又出现自己的失误 最终红蓝蓝首局先赢凋时29比23 落后的红蓝蓝在第二局 打法上也作出了调整 再正硬打 看到大坤城这球的后排攻击 阴落对方空位 赛道中段是领先12比10 迫到红蓝蓝叫个暂停 但红蓝2也没有在首院再打出不比1的攻势 最终第二局赢25比14攀平局数 来到第三局 红蓝蓝在阵容上也作出了调整 今季新加盟的吴蕊龙 取代李扎坤打主攻守 而林毅东就由副攻转打主攻 队长陈嘉伦就转打接应二传的位置 相反红蓝2本场打地壤 只得8人应战 阵容变化相比红蓝蓝就没能调整 但球队胜在默契够好 第三局一直保持3到4分的优势 最终赢1局25比20 局数凡超到2比1 越打越順的紅藍二在第四局更是多點開花 羅錦遠這球看準時機吃個叉笑 紅藍二打出5比0的開局 不然之後都可以說一直壓著對手來打 來到決勝分 石塔雷思傑看到空位推去後場拿分 最終紅藍二大勝25比9 局數反勝3比1 初賽六戰全勝 提前一輪以首名晉級決賽 今季藍甲能夠晉級次階段的四支球隊已經確定 現在只差排名上的變化 除了排名前四球隊鬥得激烈外 排名下游四支隊伍同樣是非常緊湊 和大家看看另一場 穿著黃三架是奧俊 對著今屆升班馬子豐斯 賽前兩隊是排名最後兩位 今季仍未打開勝利之門 奧俊今將缺少一名主領副攻守陳詠堯 所以都是靠兩邊拿分 而子豐斯今場雖然打地裝 但入局非常快 先贏兩局25比16和25比21 主攻守黎真漢功不可沒 這球跳到上去 在兩個籃網手之間打下去 之後這球叉燒都沒有放過對手 第三局一度拉開到15比老 奧俊今場一傳不太穩定 成為致命傷 最終子豐斯第三局再贏25比12 直落三局擊敗奧俊 拿到開櫃首勝 子豐斯今輪勝出後 與子豐和紅藍一同職為3分 奧俊五戰全敗排名最尾 這四支隊伍還有兩場比賽 所以排名依然充滿變化 至於紅藍二今輪擊敗紅藍藍之後 提前一輪得到決賽之駕 而紅藍藍在最後一輪會對子豐斯 拿完三分的話 就會以第二名晉級次階段 慈青與赤陽甲周中有兩輪比賽 決定首階段排名 至於旅革方面 基本都是大局已定 能夠晉級次階段的四支球隊都已經確定 其中以第三名晉級次階段 畫面助風的凌鋒A 在初賽最後一輪對著尤傑 可以說是禮行公事 不過首局贏25比15之後 低局有點鬆懈 輸掉時27比29 今場勝負對尤傑已經無關通樣 不過球隊力爭最後一場有好表演 雖然凌鋒A今場只得8人應戰 平時私職自由人的孫玉琳也要打主攻守 不過即使如此 載勇多名代表隊的凌鋒A人 把握力始終較好 最終連贏兩局25比18和25比17 局數3比1擊敗有劍 初賽以五勝梁庫的戰績 以小組第三進級次階段 將會對第四名中信 至於頭兩位仍有待確定 紅藍和裴正A今季都未輸過 將會在初賽最後一輪對戰 爭直接入決賽的資格 至於排位二的裴正B 在初賽最後一輪會對紅藍正 雖然勝負已經不影響戰局 兩隊需要在次階段再打一場互級戰 輸球一方來貴將要降至越早作賽 鏡頭一轉 在上週末在浸信體育館 進行首屆港澳13歲以下青少年排球邀請賽 共有8支隊伍參加 分男女子組進行 一共吸引到6支香港球隊來澳參與 本澳的一中小球員 亦曾經吸收比賽經驗 提升水平 可以多認識其他地方的人 我們都可以來學習他們的打球方式 我覺得他們扣球 那些方法很好 練習方法也好 我們都可以學習他們的練習方法 賽會代表歐子榮表示 藉著賽事提升兩地運動員的交流之外 亦希望引起運動對身心發展重要性的關注 兩地在運動和現在其中一個運動項目排球 大家去做一個技術交流和文化交流 在運動體育方面的發展對身心是相當相當重要的一環 另外歐子榮都補充 預計今年的6月8日至9日會舉辦澳門回歸杯大灣區女子沙灘排球邀請賽 計劃會有6至8支隊伍參加 而在9月份就會舉辦第二屆大灣區棄牌球挑戰賽 第24屆澳門青少年保齡球公開賽 四哥做B1冠軍已經產生了 今屆賽事吸引近70人參加 其中高級組比賽 譚偉衝在6局過後 總分以1451分奪得冠軍 一年一度加青少年保齡球公開賽 一年兩日在路坦保齡球中心舉行 參賽的年齡就是介乎8至25歲 男女子運動員都可以參加的 賽事按照年齡設有4個比賽的組別 分別是25歲或以下的高級組 17至20歲的中級組 而初級組分為13至16歲的青年組 和年齡最小的8至12歲的少年組 比賽共吸引接近70人參加 高級組和中級組都是以6局總得分離到分勝負 初級組就是鬥4局 畫面見到就是上屆雙冠王譚旭陽 他今年繼續挑戰同樣組別 首日先在初級青年組收獲冠軍 來到高級組 首局就打出最高的267分 完成了第二局之後 仍然帶有些微優勢佔據在首位 高級組共有16位選手參賽 其中有兩名是女子運動員 譚旭陽在緊接下來的局數 手感沒有之前那麼好 被譚偉聰成功超越 結果譚旭陽借以總分1367分排名第三 譚偉聰就以1451分77分的優勢力 同樣後來居上的李智聰贏得冠軍 好開心 因為發揮到平時練球 想練的東西出來 但中間在調整方面 在練球的時候都要練 還有心態上是個心急 希望之後可以繼續練這些 多謝教練 給我每天提點我要轉球 調整線路 所以先打 在中級組方面 共有10男8女參加 其中女子的球手會每局讓8分 這一組有不少的清訓球手參賽 包括盧家穎、陳川諾、趙卓妍 和上屆冠軍方鴻瑜 但方鴻瑜今場發揮不穩定 最終總分做出1338分 以第三名完成賽事 而焦點落在陳川諾和趙卓妍身上 趙卓妍在初級青年組已經修獲亞軍 來到中級組頭三局都有較大的優勢 而陳川諾在第四局打出279分 一度反超前 不過趙卓妍在稍後頻頻打出全中 緊接一局隨即以289分回敬 結果拿到總分1476分 31分的優勢力壓陳川諾 首次贏得這項賽事的冠軍 我覺得很興奮 因為今年是第三次打這個比賽 中級組去年輸給方鴻瑜 但今年可以贏我覺得很開心 好像平時練球般發揮 比較平常心地打 然後去到後面打得有點差 但後面調整回來就拿回獎了 所以今天更發揮或者更好 而在初級青年組冠亞軍 分別是由譚玉陽和趙卓妍奪得 他們在今屆同樣個人收獲兩個獎項 至於初級少年組就由許順圓贏得禁標 之後亦同大家關注一下澳門跑手陳建華的消息 他出戰香港田徑系列賽第二回合 男子100米公開組再次刷新澳門紀錄 他預賽已經做出10秒61 追平了個人在去年所創下的澳門紀錄 排在第七線度加陳建華 起步之後緊貼著其他對手 結果就是做出破澳門男子100米紀錄的10秒58 以第四名衝線 陳建華用了一年時間 再將澳門紀錄推前0.03秒 這個時間一點都不容易 而這一組冠軍就由泰國達賓奪得 做出的時間是10秒42 歡迎回到節目的第二部份 首屆大灣區學屆乒乓球團體賽 在上星期圓滿落幕了 澳門派出四男四女出展 其中是男子組取得不錯的成績 貴軍戰以長數3比1反勝深圳 收獲男子團體貴軍 首屆大灣區學屆乒乓球團體賽 澳門派出男女子隊各四人參加 女子隊在八強已經止步 而男子成功跡身準決賽 可惜不敵中山跌落貴軍戰對著深圳 畫面正在進行的是男子的貴軍戰 首場先賽雙打 南三澳澳門派出梁啟熙和許兆豐率先出場 大灣區學屆乒乓球團體賽 由廣東、香港和澳門合辦 首屆賽事在澳門舉行 除了香港和澳門外 亦有大灣區9個城市 大約有150人參賽 澳門男子學屆代表能夠來到這個階段 亦不簡單 梁啟熙和許兆豐頭兩局都未找到手感 先輸4比11和6比11 大分落後0比2之下 亦要放手一搏 第三局和對手爭持到最後要打到凋視 可惜都未能夠頂住壓力 這板打失後輸12比14 深圳場數領先1比0 賽事採用五場三勝制 第二場進行的是單打 澳門派出經驗豐富的鄭鴻衛 迎戰深圳的韓士將 這位16歲的代表隊球手未受到太大的考驗 即使在首局比較慢熱 和對手多次拉腳 但最終都贏11比8 其餘兩局更加輕鬆大分贏11比3和11比2 直落三局擊敗對手 協助澳門攀平場數1比1 緊接下來的兩場都會打單打 第三場藍三的許兆豐 就對著深圳的魏宇昌 雙方在首局展開擊戰 魏宇昌率先搶到局點 但許兆豐在關鍵時刻把握力更好 連續兩次逼到對手出現失誤 結果險勝14比12 許兆豐雖然在雙打輸球 但來到單打成功收復失地 之後兩局打得更慌 再贏11比9和11比6 協助澳門場數反超前2比1 來到關鍵第四場 澳門再次派鄭鴻威上陣 雖然先輸8比11 但很快就作出調整 鄭鴻威在賽後就說 在出戰完杭州亞運之後 在關鍵分的處理上更好 心理素質亦比以前好 作為東道主球手的鄭鴻威 連追11比7、11比8和11比9 局數3比1反勝對手 並且為澳門場數3比1反勝深圳 收獲首屆賽事男子團體的貴軍 今場貴軍戰來說 對面整體實力都比我們高 賽前做了很多困難的準備 上場後可能第一場雙打輸了 我自己第二場上去壓力有少少大 所以第一局發揮得真的沒那麼好 經歷過一些大賽經驗 可能有時打到關鍵比方時 就有些少少的經驗 但其實去完亞運之後 覺得自己都是有些進步的 因為認識了其他國家的水平之後 自己都有回去加強訓練 都是有進步的 教練曾許華就認為 拿到今次的成績是超額完成 整個團隊今次的發揮 可以說是超額完成任務 因為我們能夠在大灣區的比賽 能夠搭前四名 賽前我們自己都沒有想過 雖然我們有一兩個球員 其實水平都不錯 但整體來說 我們一般來講 參加國內的比賽 我們都很少能夠搭前四名 所以我自己都相信 這是一個很令人開心 也是很振奮的時刻 加上是自己主場 我們能夠有這樣的成績 都真的很開心 經過一年三日的國族之後 能夠即身決賽的就是中山和東莞 最終中山以長數3比2險勝對手 贏得冠軍 至於女子決賽方面 同樣就是要鬥足五場 結果佛山就是以3比2擊敗東莞 贏得錦標 而貴軍就由肖慶奪得 在香港舉行的大灣區三民籃球邀請賽 吸引共12支男女子隊各族 其中澳門都有參賽和安營 沒錯澳門派出青年隊 決賽16比21不敵廣州體育學院 拿到男子做押軍 為了推動全民運動的習慣 主辦單位在過去的星期日 在旺角麥花神球場舉辦 名為球動全城的三人籃球邀請賽 邀請到來自香港、廣州、深圳、澳門等大專院校 以及25歲以下球隊同場較量 邀請到的球隊包括有廣州體育學院、 深圳閃者隊、澳門青年隊、 聖方濟國大學、嶺南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大學和香港樹人大學 共12支男女子的隊伍參加 而同場亦設有明星表演賽 包括有香港甲一球員 李奇、歐陽維剛等等 而澳門派出青年隊各族 男子組8對分成4組 白衣的澳門青年隊 陣中有何浩然、鄭志軒、 林子軒和楊軒 首場面對嶺南大學 戰況相當緊湊 比賽剩下0.3秒 鄭志軒射入絕殺的一球 為澳門青年隊險勝6比5 而來到第二場 以一分之差不敵香港大學 進入雙淘汰階段 而之後的復活戰 再擊敗聖方濟國大學晉級 紅衣的澳門男子青年隊 再到迎戰香港大學 勝出的一隊就能夠 即身決賽 澳門青年隊早段一度落後 不過整體擁有身高優勢 特別是楊軒 多次是內線得分 加上何浩然在外線的手感都不錯 射入2分提早結束比賽 澳門青年隊贏21比12 取得決賽席位 會和白衣的廣州體育學院爭冠軍 這場決賽由何浩然南帝得手 拉開序幕 兩隊的節奏相當快 廣州體育學院利用身體優勢 不斷衝擊澳門青年隊內線 逐漸拉開分差 何浩然在外線起手命中 最近至11比13 但廣州這邊馬上有回應 兩隊維持著4-5分的差距 廣州體育學院率先得到21分 結果贏21比16 在男子組封王 澳門青年隊就取得亞軍 而女子組方面有4隊各族 紅衣的澳門青年隊 在首場緊以7比8 不敵廣州體育學院 只能跟香港樹人大學爭貴軍 外線起手命中的是李楚詠 開賽之後獨取4分 其餘的球員吳曉彤 許詠彤和林雪文都有進場 最多是拉開到雙位數優勢 今場在防守方面 亦都給予對手不少壓力 最終澳門青年隊贏16比9 擊敗香港樹人大學 拿到女子組的貴軍 而女子決賽 紅衣的廣州體育學院 以13比8擊敗香港大學 贏得冠軍 在賽後隨即進行頒獎 總結澳門隊在這項賽事 拿到男子組亞軍和女子組貴軍 本地甲組聯賽足球隊清風 上星期和日本大分三神簽約 移定未來會進行一系列的合作 為期兩年 除此之外 搜門員發展促進會 為了給更多人了解搜門員的重要性 舉辦第二屆搜門員挑戰賽 吸引大約50人參加 為了給更多人了解搜門員的重要性 搜門員發展促進會 繼2022年之後再次舉辦搜門員挑戰賽 這屆吸引大約50人參加 賽事按年齡層分成多個組變 包括10歲以下 14歲以下 以及19歲以下公開組 超級組 以及男女子合組的U16 以單對單的模式進行 在限時內 拿到較多的入球 雲之勝春 比賽除了在考驗參賽者的撲鈎能力 同時都需要利用搜門員的進攻技訊 包括拋球和處理射球等等 可能這陣子比農門趨勢 用球多些 再搞這些比賽都不錯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平時農門基本上不會接觸到射球 但這個比賽可以令我們練習好 腳下的功夫很多 還有手上的功夫都可以練到 我覺得有點緊張 還有有點開心 有一些我又要撲出去 或者有時我要散球很大力 所以有時有點困難 活動負責人楊鳳鳴表示 希望透過挑戰賽 增強搜門員的各項技術 有一個指導性 還有現今的足球 都是以腳法為主 所以這個比賽可以透過射門為主的情況出現了 不單止是搜龍門 不單止是搜龍門 它可以做一個進攻的方面 因為其實現在的搜門員就是進攻為主的 挑戰賽期間 亦有本地足球名宿落場指導 他們都希望能夠舉辦更多同類型的活動 如果有草地 我們推廣這個活動更加好 因為草地比較好踢很多 他們夠膽落地 始終防針草就差一點 但是相對來說 現在開始有第二屆 應該繼續維持到二、三、四屆 我想對幫助有幾大 現今的足球 就是搜門員 都要有腳下功夫 基本功的技術 所以我都很贊成 很支持參加多些 搞這些活動、比賽 而在比賽期間 大會都舉行了簡單的開球儀式 鏡頭一轉 就和大家關心一下 本地甲組聯賽球隊清風 他們在上星期 和日本職業隊伍大分三神 簽下為期兩年的合作協議 雙方接下來會進行一系列的合作 包括教練培訓 以及青少年培訓等等 清風足球會會長羅偉業表示 兩位球員 吳禮婷和施浩然 下個月將會潛往日本 跟隨大分三神訓練 四月份我們會派兩位年青球員 去他們的一隊集訓 跟他們去體驗日本的足球 第二就是他們會派教練來 培訓我們的教練團 他們的日本的教法足球 和他們的足球文化 我們也希望向外多些去學習 大分三神成立於1994年 目前在日本月組聯賽作賽 是一支注重青春的球隊 曾出產西村周座 青武雲志等等的日本國腳 日本大分三神社長 小澤正鋒表示 希望藉著今次的合作 推廣球隊足球文化 並協助青鋒培養足球人才 另外 公聯體育委員會 為慶祝澳門回歸做國25周年 得意舉辦粵港澳四角小球邀請賽 邀請到四支球隊參加 包括廣東南越明星俱樂部 香港藍化主席隊 以及兩支本土的隊伍 王朝體育會和豪江智勝足球隊 除了有舉辦開球禮之外 同時也是工人體育足球場 翻身體擁儀式 場地在去年12月 進行第三次的重鋪人造草工程 在2月底圓工 人造草更新 我們這裏一些場地的防滑修 安排的修緝 還有我們的射燈的金門 還有我們的座位網絡 球網等等的翻身 粵港澳四角小球邀請賽 也是球場翻身後10項賽事 最終由廣東南越明星俱樂部 贏得冠軍 工人體育場也是剛剛的星期引起 全面恢復對外開放 亞洲職業高爾夫球巡迴賽國際系列賽澳門站 在接下來的星期四展開 澳門的體育勝士 為一浪接一浪 我只見 沒錯 接下來的星期日 也會有澳門國際10公里長飽賽 至於一年一度的澳門國際龍舟賽 安排6月8日 一年三日上演 澳門國際龍舟賽已經成為澳門一年一度的體育勝士 在每年的端午節正日和之前的日子上演 今年的賽事就安排在6月8日至10日 一年三日在南環湖水上活動中心舉行 頭兩日先會進行本地小龍賽和標準龍的賽事 參賽隊伍名額的數量和去年相同 四個小龍組合共有114個名額 而標準龍公開組設有36隊 女子組有18隊 至於在端午節正日即是6月10日 就會有邀請賽標準龍的賽事 到時將會邀請內地和海外高水平的隊伍參加 透過局長寬永權就說 目前正在和受邀的隊伍聯絡當中 首先我們會邀請去年的冠軍 大家都知道九江隊伍是非常之厲害 其實在很多地方他們也是一個很高水平的隊伍 首先是這一部分 當我們開始接觸外面的隊伍之後 其實都得到一個很好的反應 外面很多隊伍都很希望可以爭取到 有名額可以滿足到他們可以來到澳門 我們都是在傾談中 看看哪些隊伍最為合適 我們會邀請他們來到澳門和大家參賽 比賽一如以往 除了小龍的項目是鬥200米之外 其餘都是賽500米的 星期三開始參賽的隊伍 就可以在澳門國際龍舟賽的官方網頁上 進行網上註冊 而在今個月20號開始 將會分三個階段進行報名 大會最快將會在今個月尾開始 安排參賽的隊伍進行賽前練習 而在今個星期亦都有連場精彩的賽事 星期日將會舉行澳門國際10公里長跑賽 至於亞洲職業高爾夫球巡迴賽 旗下的國際系列賽 首次將澳門列入其中一個分站 比賽星期四起 一年四日在澳門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展開 有多位亞洲頂尖球手 以及大滿冠冠軍球手都會參加 澳門站亦都是亞巡賽 10場高級別賽事之一 同時是國際系列賽 今季第二場的賽事 總獎今天高達200萬美元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竟然群英除了在星期二晚10點半搜播之外 星期三早上10點半 下午3點 在澳市澳門 澳門體育 以及澳門資訊都會有重播 又或者可以瀏覽我們的網站 重溫今集內容 提提大家了 本台今個星期會直播多項足球賽 包括歐冠、歐聯、西甲、日積等等 另外還有全英羽毛球賽 記得留意了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 拜拜